今天和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实验 我们有三张卡 第一张卡就是左边黑右边白 第二张卡就是左边白右边黑 第三张卡就是左右都黑色 我们来看看这个Halfa Air里面的神经网络 可不可以分辨到 我们变回了两个input 中间拿了两个pixel位 一左一右 有三个output 左转右转和停的 我现在开始training了 开始training的时候 大家就要把下面的learning 进入了一个self drive 就关掉了 我先把第一张卡放进去 这个就是左边黑的 那幅图和镜头是距离一处 因为我们是wide angle的 那我就开始training了 教它这个是左边黑 那我就用左转来代表 那我按一下 那我动一张卡少少 那我就用五个input 那接着呢 我就用第二个啦 我就用右边黑的那个啦 那大家看到啦 那右边黑就右转啦 同样做了五次的training 那training就做完了啦 那我现在试一下它 能否先试一下 试一下就是 熄了learning 开了self drive 那你见到呢 似乎有些问题哦 因为呢 现在我还没放一张卡 那我放一张全黑的进去 那它都停不了哦 那我就开回一个learning 就再教过它了 那这个叫停 那按到呢 它会选择就停了 那我现在就重新 关掉了learning的啦 那我再放一张卡进去啦 那我再放一张 左边黑 那你见到它就会左转哦 我拿回它 那就停了啦 因为呢 它的backer的p字 它就当是停的啦 那呢 我又用第二张卡啦 都做到了哦 它分得到了啦 好 那我再试一遍 再放一张左边下去 那它就关掉了 那我再放一张全黑的下去 那它就停了 那这个练习就是这么简单 那呢 证明了呢 用一个最简单的new network 都可以分到左边黑 和右边黑了 那我就停了 我是ETC的Steven 多谢大家观赏 拜拜 拜拜 拜拜